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友谈热情,我是唐唐 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样的结局只出现在童话故事里 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远远不这么简单 许多偶像剧演的男女主圆满结婚就喜剧收场了 熟不知结局之后,原本幸福美满的婚姻会有什么走向 京城时光之中给了我们王子公主的婚户写照 林浅和丽志诚在网友们的羡慕祝福声中 和家里的爸爸妈妈的反对声中结婚了 尽管他们怎么互相喜欢 可是丽志诚的妈妈也仍然在家挑林浅的毛病 即使她怀孕了,也不放过她 丽志诚工作繁忙,丽志诚不愿意再给她增加家庭负担 所以她从来没有跟丽志诚提起过自己在家里的委屈 但丽志诚也不是那种能够一人再人的女生 终于她和丽志诚的妹妹丽建元两个人发生了矛盾 丽志诚被丽建元无意中从楼梯上推了下来 丽志诚被摔到了楼梯下面流了一地的血 幸好丽志诚及时赶到,把她送去了医院 但她还是没能保住孩子,林浅流产了 她醒来之后知道自己流产,一个人想了很久 她在这个家里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待下去 当她见到丽志诚第一句就是,说我们离婚吧 丽志诚听到林浅这样的话也非常难受 不知道怎么跟林浅解释,也不知道该怎么弥补她 还没开口,已经红了眼眶 不少人也认为丽志诚确实有对不住林浅的地方 但是也不至于严重到让两人离婚的地步呀 那么丽志诚会怎么重新挽回林浅的心呢 她又该如何处理林浅和她家人的关系呢 接下来就请继续准时收看我们的 你和我的清真时光吧